好作品慢慢看 大家好,我是本来就慢 故事开始前,先来看一道问题 古东坞子新大力口派遣したのは何年? 嗯?你说不知道 那如果你也在这间别墅 下场恐怕就和抗议一样了 想上厕所的他现在是真的万分着急 因为问题答不出 门上的锁就解不开 锁解不开,厕所就进不去 再要是这么耗着,恐怕就 抗议失联,油花子也没来上学 丈主知道事情很不妙 这次的忙帮得有些过头了 他们必须尽快把人找到 否则同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丈主猜得没错 此时的抗议的确活不下去了 但不是遭遇他杀 而是打算自杀 自己已经升上高一 却尿实的裤子还让女生来洗 这种让人无地自容的事 实在严重摧残了少年活下去的勇气 不过即便如此 在油花子眼中 对面这个男生仍旧是与众不同的 她的目光中闪烁着常人所没有的光芒 虽然嘴上说自己很差劲 但眼神里 所有一种她还手握王牌的感觉 油花子就是很喜欢这一点 她好想看一看那究竟是什么 这个女生仿佛可以看穿抗议的灵魂 在她异常强大的执念面前 无论如何哀求都只是徒劳 而且对于自己喜欢的人 她会接受对方的一切 所以不管做什么 她都只会感到幸福 比如为了晚餐时 能够更有效的学习 女生还特意制作了电影 恐怖的动手能力 简直让人折舌 还有晚上她打算做意大利菜 因此现在必须得离开一下 买些橄榄油 好好期待吧 这哪里是间别墅 分明就是刑场 康一深深感受到 生命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 可这样的环境要怎么逃走呢 她突然想到 刚才油花子说要买橄榄油 她不可能离开这自己去买 而屋内的电话线已被切断 无法线上订购 这样的话 难不成正如康一所想 附近果然有一间公用电话亭 并且位置正好在自己 替身胡音的射程范围内 向赠助求救 但少年马上就意识到 一件令人绝望的事 自己身上没带钱 明明救命稻草就在手边 可最后一点点距离 却如同天欠 更损人猝死的是 油花子居然一声不响地 出现在了身后 还一眼就看出 康一正在盘算 找附近的公用电话求助 这个女人眼里射出的不是目光 分明是X射线 也正因为每一步都走在对方前面 所以油花子很得意 为以防万一 她这就却把电话上的110按钮毁掉 摆在康一面前的 仿佛就是一盘死局 无论她做什么 好像都逃不过 早已固定的结果 好在油花子说的没错 她看中的这个男生手中 的确握有王牌 拿起电话听筒了一刻 女生注意到自己手臂上 莫名出现了一串文字 随后字符 竟然发出了电话按钮的声音 这些声音 就是与电话号码相应的拨号音频 通过对应的响声 即便没有手动拨号 也能打通电话 油花子万万没想到 听筒中 居然传出了帐助的声音 虽然自己一句话都没说 可金敏的帐助 马上就察觉出异常 他知道 这一定是康一的求助 尽管没有回话 但尚连敏锐捕捉到 另一边有海浪的声音 油花子迅速挂断了电话 他终于明白 原来康一同自己一样 都是替身使者 获取到关键信息 帐助这边 已经确定了同伴的位置 而别墅中的康一 也做好了准备 他要用一切办法 死守物门 直到救援到来 等油花子回来时 门已经被此次卡住 无法打开 康一还故意提醒对方 你把门破坏掉 不就能进来了 他这么做是 想让房子周围变得不自然 如此一来 帐助就能更容易发现这里 但油花子没有上当 并且又开启了 自己那一套激情思维 看到康一也是能力者 他很高兴 这说明他们之间 有着无与伦比的共通点 和最好的相信 听着女人说话 康一要疯了 所以他要先让对方 清醒清醒 接着发动替身回音 打算用讨厌这个词 彻底将他击垮 虽然借助能力 大声喊出了心里话 可这点声音 在精神力坚如磐石的 油花子面前 只显得毫无意义 他一旦认定的是 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反倒是被执发成功的康一 现在已经身不由己 随随便便 脑袋就被控制 撞开了屋门 看到自己要培育的男人 如此不听话 油花子的目的改变了 在对方变得了不起之前 必须让他先爱上自己 疯狂的话语 冷过了眼神 这完全是对 康一精神的极度摧残 此时少年心中 只明白一件事 如果放对面的人进来 自己就没命了 所以他拼了命 也要让回音 发出更强的声音来抵挡 但就在这时 他的替身 忽然掉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不仅颜色变暗 外表也发生了硬化 康一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知道替身 是由人的精神力驱动的 出现这状况 肯定是因为 自己刚才被逼入绝境时 内心的紧张 突破了极限 导致回音 就这么死掉了 不过在他止步着哀嚎时 游花子就看到了奇怪的变化 然而他越是想进屋 一看究竟 门口的康一就越是害怕 以至于怕到完全没有察觉 自己身后发生的事情 他甚至因恐惧 内心开始不断祈求 祈求深闪门 能把对面的恶灵吹飞 可那么想显然没用 游花子还是进来了 正因如此 他也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体身 原来康一的回音并没有死 而是蜕变成了新的样子 体型虽然缩小 但速度极快 还能产生出更强劲的风压 这样游花子瞬间就飞出了屋外 康一注意到 门上贴着回音打出了你声词 而碰出这些文字 就会感受到符合其意思的相应真实感 游花子就是被这股力量给吹飞的 这就是新的回音 回音ACT2的体身能力 与此同时 账助和义态也赶到了现场 他们一下车就开始寻找 附近有电话亭的别墅 游花子当然不想把自己的康一 交给任何人 可他不会想到 这件事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了 气场全开 双眸锐利 挺身而出面对狂风暴雨 这才是真正的广赖康一 获得回音ACT2的能力 少年自身也仿佛脱胎换骨 他确信 自己绝不会输给对面的人 这一变化 让掌控欲极强的游花子 左眼眼轮金猛跳不止 这个习惯是他从小就有的 一旦出现 就预示着他要暴力相向 可这一套已经对康一不奏效了 而且他还被对方的能力 烫出满口粗鄙之语 自己看中的男人是变得了不起 但同时却没那么可爱了 游花子容忍不了如此的反抗 他直接发动气身能力 用头发将整撞房子 钻入自己的控制 可怕的精神力 完全超出了一般人想象 然而面对这份威胁 康一仍旧一脸淡定的说 我早就已经讨厌你了 简短的话语 却足够压断游花子最后一丝理智 他疯了一样 用头发勒住康一的身体 但现在这个小小的身躯 早已容不得任何人的摆布 康一在自己身后贴了 可以吹飞对手的文字 强大的冲击力 瞬间将游花子丢到了悬崖边上 不过他并没有就此罢休 在康一好心确认其伤势的时候 他借机用自己变白的头发 困住了回音ACT2 这个女人打定主意 要置对方于死地 还将回音的武器敲落悬崖 自己引以为傲的头发 被破坏成这副惨状 他绝饶不了对手 面容加剧扭曲 语言愈发粗鄙 失去理智的他 此刻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就在他得意时 一声嘴响从脚下发出 原来康一在确认 游花子心跳时 也听到的山崖即将滑落 可现在劝他已经晚了 随着突然断裂 白发魔女和回音 一起跌了下去 而且眼看自己的身体 要扎在凸起的礁石上 在他刚才穷凶极恶的叫嚣时 善良的康一 利用回音把文字 已经贴在了石头表面 这才让他免于丧命 自己一心想杀掉的人 最后反而成为救命恩人 游花子明白 他彻底输了 输给了真正的勇气 还输给了执着的正义 不过欣慰的是 他也因此收获了 只属于他自己的幸福 顺便一提 由于有渔民看见 礁石将坠崖的年轻女性 温柔地谈回了远处 因此那礁石被命名为 谭谭礁 日后也成为杜王廷冥警之一 所以下次据实 可别忘了到此打卡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不妨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见